LULU 迷路 LULU 迷路 吝啬 她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月薪4萬元 活成2萬元 週期限量精品 品牌我們都講到 關於理財官 那我們歡迎完全全面的小創禮 顧問李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心裡李欣 介紹一下Elly她本身的月薪 活潤與理財觀念是什麼呢 她是會計部的 所以月薪是四萬塊錢 我覺得她可能會把這個錢都給花 所以兩萬是高估的 我很喜歡就是買限量的東西 或者是衣服啊這類的 因為她喜歡投資 投資自己嘛 30歲前要嫁掉 因為你只是投資外貌的話 不一定要有那麼多的精品在家裡 你可能可以用租的 以租代買 因為現在有那種很好的租金 一個禮拜你可能只要付個幾百塊 你就可以拿到可能 張開頭的啊 愛開頭的啊 不用花那麼多錢放在家裡 因為家裡你如果想要擺精品 可能又要買廚師機 又要買方鈔箱 就是怎麼錢錢都往上疊上去 所以我覺得其實用租的方式是最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不錯的 可以打扮的像她自己想要的 而且可以一直換 對 不錯 是不是覺得一個好方法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非買不可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式啊 可以買二手的精品 因為你不一定要買新的 二手精品它有時候可以有那種全新的 而且大全配 就是你要有箱子 你想要防塵袋什麼都有 其實這個價格可能會比直接在櫃上買還要便宜 所以二手是買好挖寶的地方 但是如果像安妮這種人呢 他可能 建議人家碰住 對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方式呢 像最近某一家百貨有在辦周年慶 它就是兩萬送兩千 如果你又有銀行的優惠 買到六萬還有再送一千兩百塊 然後你再刷信用四趴 又可以兩千四百元 可以加加加加加 很複雜對不對 然後後面會上個字 反正加一加就打八四折 你買六萬東西又省了大概四五千塊 這還蠻省的 這事情都還沒有開始做 剛剛背稿背很久 對 我覺得背稿比較容易 這些數學類的東西 我覺得我要時間消化 最後一個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蠻好的 就是直接出國買 出國買的好處是你可以退稅 有一些排外的百貨公司 只要外國人去 它就可以可以噴五趴十趴油 也是可以貼上去的 然後再加上很會差 就可以省很多錢 對啊我最近買了一個跑步鞋 其實在新加坡有看到的 但是因為來到這裡 我知道可以退稅 而且它在這邊就是 打折的優惠會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就決定在這裡買 有抓到堅水啊 所以幸好我沒有在新加坡賣 因為我差一點想要買了 那很好耶 對啊看我省了錢 那我們今天就先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掰掰 你不要走喔 我要跟你聊天 好 愛你 每分每秒 每分每秒 相信這是